打混双 男双很出色的 他打混双也是一般都挺好 尽管他是往前比较多 你看那个这次美国队 吴俊明也是打混双 其实也打得挺好 当然可能同伴比较差 再加上他自己的年龄 整体实力差一些 对 因为他自己本身 具备这样的一个实力 而且他的这个 这么多年打就是这种经验 场上的临场经验 然后我可以不跟你打实力 我可以通过一些发接发 一些其他的手段 来比较轻松的得分 通过线路 对对对 所以有些年轻队员选手 或者是我整体实力的印象 可是在某些环节处理上 我不如他 所以得分起来会觉得 特别的别扭 总是坎儿 但他就可以 我啪啪啪 我可以连续得几分 就这种得分的节奏 他会掌握得很好 连续失误 韩国队在最后阶段有点急 韩国这一队 在对丹麦的比赛里面 是发挥非常好的 他们战胜了市锦赛冠军 雷伯恩和朱尔 为韩国队取得小组第一 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推压周路 早晨古剑杰回旧下网 这样这一局比赛 是韩国队先胜 稍后我们来看 双方接下来的比赛 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来欣赏 2011年的 苏丽曼威斯芬利决赛 这场比赛是由 韩国队迎战马来西亚队 双方这场比赛的出场 顺序是混双 男单男双 女单女双 在第一场 第一场这个混双比赛里面 韩国的高成炫和何真 第一局21比17取胜 放网然后马上压上去 想法还是挺好 但是失误了 但是这几分 你就能感觉到 古剑杰他不会像第一局这么保守 他现在就是完全按照 他习惯 对对对 他就去跑 跑站位 反而陈英会在后面去 就是有点说去补位也好 或者说是准备也好 就这样的话 他们这种 可能反而会给对手 一些这种压迫感 其实两个人的配合 对 他本来指望 这个陈英会往前的拿球 他可能已经习惯了 就是 过去陈文宏 对 陈文宏能帮他这个封一排 但是 他们忘了 这是个 前面是个女孩 古剑杰和陈文宏也是考虑这个 主要是冲击对手 所以在第二局也做这种战术调整 来尝试一下 也未尝不可 对 对 对 就是他们这一队你现在看着就不太像是打混霜了 就是 完全 就没有太多的这种混霜的这种路子在里面 就是完全就是凭个人能力 就是我能拿一分我就拿一分 我能冲击你一下就冲击你一下 这个球好像 古剑杰要劈对角 陈寅慧还是有准备 对 因为正好他这一排还是比较有意识 因为他正好是他的正手 对 两个人还是在这方面有点默契 好球 这球又是前场封网的人找不着球 好球